农历新年前夕吉安乡公所和华联县书法协会 华联县回栏施社举办了五个场次的辉豪镇春联 2月5号最终场是在黄昏市场前的浩克广场举行 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祝福 也加码制证了吉安限量的牛年开运金币 吸引了很多乡亲前来排队索取场面相当热闹 农历新年前夕吉安乡公所邀请多位书法家 在乡境内巡回举办现场辉豪送春联活动 最终压轴厂2月5号下午在黄昏市场前的浩克广场举行 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祝福 也加码制证了吉安限量牛年开运金币 书法御文走入社区 这是我们吉安乡第五场的 我们写春联迎新春的活动 今天在浩克广场 也就是我们黄昏市场的前面 迎接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大家一起来 今天在这里特别呢 加镇了我们各自化的 吉安乡牛年行大运的金牛金币 要祝福我们所有的乡亲 好运旺旺来金牛能够扭转乾坤 得好运 五号下午的活动是由回来市社社长余国强 带领着王鼎芝 陈香华 刘明奇 蔡正达等多位在地书法民师 在现场提字辉豪 近千福的莫宝吸引了很多乡亲提早品味 年级的喜气 也很快的就被现场热情民众索取一空 回来市社理事长余国强表示 乡长游淑珍商人之后 致力推广议文活动 也定期在浩克艺术村举办展演 让书法界深受感动 因此每一位老师们都很乐意配合社区临相的吉安正春联活动 希望可以让春节的欢乐气氛散发到吉安香的每一个角落 记者刘明胜吉安香报道